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在这里想要买股票 你要用什么样的策略 什么样的一个思维 什么样的选股的逻辑 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全盘性的 去做一些的分析 其实台北股市 我们大约在一个多礼拜以前 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盘是有问题的 当一个行情 它即将要开始结束的时候 它会发现到 整个行情之中 它会开始去磨乱舞 它会低档的个股去做补涨 它会低价个股里面去做转强 然后不赚钱的公司 因为市场贪心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一些不赚钱的公司 就是因为一个题材之中 它就去做一些的引动 所以在这种过程 我就说如果行情 在这样的下去 我在这个节目 已经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跟大家讲 中石户它才是台北股市 最重要的股价的一个支撑 如果行情在这样的下去 投信是被动式的操作 外资是汇率的操作 中石户本来在季线持股百分之百 对不对 它会卖掉 我跟大家讲 这一边它会去做卖掉 所以我建议大家持股五到七成 如果你没有这样之前 降低你的持股 请问现在的下跌 你又该怎么办 你也不过就只能看它上 看它下 所以在每一次要随着不同的一个位阶 你的持股的比例的不同 这才是未来从今年的2021年 到明年的2022年 非常重要的赢家的策略 而且在明年的2022年 鼠方可能会加入多空双向的这个策略 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把很多的事情你要想清楚 它会是什么样的格局 大盘是什么样的格局 你要想清楚 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盘我的判断只要你不出量 我就看你是复合底型 你既然是复合底型 那1万7 1万8 基本上而言 你就是应该要比较保守 除非它价量式的起扬 KD指标在高档 你也不能够说没有量 你只有KD指标在低档 你才可以没有量 那在今天里面的台北股市 灌破了月均线 我说很正常 我说月线之上 本来就会有一个冲高之中的反压 那你今天灌破了月均线 到底能不能买 要买什么样的个股 它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探讨的 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在今天灌破了月均线 那月线扣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里 我放大到电脑 你可能比较知道 月线扣的位置在这里 这是今天 那也就是说 有1 2 3 4 5 6 7天 它才会开始 7天之后它才会扣最低 对不对 那就代表说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月线 它并不是实质而有效性的支撑 我在之前就谈到过 但是重点是 它未来会不会扣到这个低 会嘛 对不对 所以它只是个中短空 而季线扣的位置在这里 是未来要向最低的 1 6 1 6 2去做扣底 所以季线的支撑是没有变的 所以它短期之中 它的中多格局并不会破坏 那在长线上面的格局 我们可以发觉到在1年之前 1年之前就是去年的12月 去年的12月大约是在这里 你看年线扣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长多会被破坏掉 你不会 所以你把这所有的问题 都考虑进去之后 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个时间点 随着时间扣底的位置 仍然还有什么操作的空间 你在这个时间 你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你要怎么做呢 怎么做它才是一个重点 因为台北股市 我说月线并不是一个 实质而有效性的支撑 季线才是 对不对 那你就把这两条线画起来 这一条是季线 这一条是月线 那你再看一下 现在里面的一个位置 今天是收在17599 也就是17600点附近 那季线是17224 那距离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不到400点 对不对 不到400点 就是只有300多点的过程中 那你就把你的资金 我在之前就教过大家 你就拆开 你本来要买10张 你就切一半 买5张 这边5 这边5 你的成本是不是就在这里 你的成本就在这里 这中间的位置 那你如果去选 它又相对比大盘来得强 什么叫相对比大盘强 举例大盘在今天 是破月线 对不对 它上次是破季线 今天是破月线 哪些的个股还在月线之上 你就把它收为你的名单 如果又能够配合到基本面上面而言 那就是你可以去做操作的 所以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时间点开始 随着大盘 大跌 我说复合底型 就是跌的时候 你充满了希望 涨的时候 大家在贪心的时候 你要借之在贪 所以你在过去 如果你有听从属方的建议 把你的持股比例降到五到七成 那这边你可以寻找你的机会 因为还有时间 做多还有时间 你还是可以去做多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的留意 你的一个选择 我刚才讲 第一个 先去把大盘破了月线 哪些的个股没有破月线 你抓出来 而且在从中里面去选择 未来里面有业绩的 有获利的 而不是纯题材性的炒作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只是小资男女 你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可以怎么像属方老师说的 可以切一半 十张先买五张 在后面再买五张 你就只有买一张 两张的资金 很简单 你就是等到日KD交叉向上 你再来做进场 你看你每次用日KD的方式 去做操作 其实都还有一定的 获利的空间 我们在昨天就讲了 说大盘你要记住日KD 它很简单的试算方式 这个在市场上面 大概是我会跟你讲 只要日KD 因为它是用9K 9D 它发展出来的 大盘它是五天 你只要大盘破了五日均线 基本上它的KD指标 就很容易从高档交叉向下 所以昨天是最后一盘 大盘破了五日均线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卖在昨天 可是是最后一盘 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 你就可以发觉到它今天 我说今天的盘 是不是叫开低而走低 我说这个盘要去扭转 KD指标交叉向下 自动性的交叉向下 它只有开高走高收最高 不然的话 它就会自动交叉向下 所以你如果要做短的人 今天就是卖点 而且是一开盘 不是在后面 因为台北股市你看它这个时间点 我为什么说大跌 你反而就不要过度的担心 因为你大跌 你的KD指标 你才会修正的够快 你来看在今天里面 台北股市盘中最多跌200点 今天的KD指标 直接修正到53的68 它已经直接就修正到中间 再一两天不就下去了吗 如果它是强势 大概明天就守得住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你把这一条月均线画起来 今天是不是破了 你把季均线画起来 季线的扣的位置 中多并没有改变 年线也没有改变 既然是这样子 你都把你的资金切一半 实际的话月线之下 先买五张 然后到季线附近再买五张 如果你买的股票是对的 根本不会下去了 因为在这边里面中短线 有些的个股 它相对比较强 它不会下去 这是你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你如果是做短 你并没有像 季坊刚刚说的 你的资金这么多 你就近代日KT交叉向上 再来做进场 月线一周是扣高 季线现在是扣低的 所以下档的季线是很强的 中线目前在短期之中 是不会改变 中长多的格局不会改变 目前的复合底型也没有改变 复合底型要改变只有几种方式 一个突破18034 带出4000亿到4500亿 或是往下破也带出量了 目前台北股市请问跌有量吗 今天的跌有量吗 还是在均量之下 所以它还是一个复合底型 如果是一个复合底型 大跌 跌你不要怕 反而在摊的时候 大家所有投资人里面在谈 群魔乱舞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你要借着再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说在最近可能要去注意的就是新台币 因为外资它基本上 它是以汇率为中心思想 在现在不管是投信 不管是在外资 其实操作都非常的被动 非常的保守 像投信就做什么 就做高值率率低档个股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高值率跟低档个股 是不是随着你股价涨上来 你的值率率就变小了 就变低了 所以它的涨幅是有一定的 所以你看任何的一个阶段 台北股市的标股绝对不会出现在什么 出现在低本益比 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操作的空间的限制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觉到 我说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就说新台币的一个贬值 它现在开始贬值 大家是在预估的是什么 就是预估马上整个一个FED 美国的FED 它会出现点状图的报告 这个点状图的报告 以我的估计 我本来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其实以上一次的点状图 它到后年它才会去做升息 但是这一次的点状图 我刚刚讲有几个点体 一个 它的失业人口非常的一个低 优于市场的预期 它的通膨它非常的高 如果美国不怕Omicron 不怕Omicron的话 它有可能它的点状图 它的升息的时间点会提前 它会提前到明年 第二件事情 它的一个收缩 收缩放出去的资金 在这个部分 它可能会收得更快 它才会造成美元走强 它才会造成美元走强 这个部分是大家自己 稍微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你可以发觉到 最近这几天都是新台币 新台币开始走贬 如果外资 但是外资是到昨天为止 它的期货的空单并没有增加 如果外资开始在期货的空单也增加 现货也站在卖方 因为台币的一个贬值 它应该是站在卖方 我说你不要想什么基本面 被动式的操作 它是用程式去做控制的 它不会管你的基本面 它只管我今天指数 要打了几点下去 我要赚你的汇率之外 我的赚你的汇率 因为它汇率赔了 我要赚你的一个 所谓的选择权 跟你的期货市场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台北股市的结构必须要改变 我跟大家讲说 什么时候 你可以发觉到 这个时间点你要盘感 你要开始出来 因为你在这个股市之中 你不是一天两天 你一定是长期 你长期之中 你就要吸取别人的一些的经验 因为毕竟我在股市里面 有30年以上 我跟大家讲说 只要每一次大概是这样子 低档的个股它补涨 它开始补涨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 没有基本面的个股群魔乱舞 然后再过来 低价的个股很强 那就是在开始什么 又多 你就要开始去注意 那个时间点 你的持股你就要控制下来 你要学会 有钱人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所以投资力 它必须要上升 你要开始都是什么 业绩成长股 业绩成长股 来去做代理 你这样的话 才可以把中石货的资金 再带回来 否则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台北股市的基期比较高 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会开始 这边 中石货看你台北股市 都是属于群魔乱舞 投机性的行情 它一定就是挑 所以才发觉到 在之前 我一个礼拜前跟大家讲 你都没有发现 台北股市上档上面 有很多反压 它就是这样子产生 强股的续航力 你看在昨天里面 我在说这个台北股市 群魔乱舞 你贪的过程之中 你就可以发觉到 我们说你这个操作 譬如说你昨天 我随便去举例 你昨天里面来讲话 去追一些的个股 譬如说你去追 8215的一个名基材 昨天涨停板 昨天涨停板 这是光磊 刚刚那是名基材 这是森达科 快要跌停板 然后才拉上来 这还算是有业绩的 它去年里面来讲话 应该说今年大概可以赚4块多 明年赚7块多 它才拉上来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开始也去做一些选股的一个动作 第一个 我先把台北股市 大盘跌破月均线 它守住月线的 抓出来 再过来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上面而言 它还没有去创新高 它的基起还没有够高 这些的个股上面来讲 配合到明年 它的产业的前景 它是OK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我们已经选出了 大概两档个股 等一下里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再来告诉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蜀方绝对不是一个死多头 或是一个死空头 在每一次台北股市的架构里面 你想想看 一周之前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你的持股 我从一周之前讲7成 再到5到7成 你是这样子下降的 如果你在股市中 你未来是要走一个马拉松式的赛跑 麻烦蜀方讲的事情 你一定要记住 群魔乱舞 低档个股去做补涨 过来低价个股特别来得强 没有基本面的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它特别会涨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戒指在探 它可能是那一个阶段 那一个波段 台北股市 它的一个北风北 在之前就讲北风北 你自己要留意 所以今天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拉回 今天才会很多的个股里面来讲话 呈现了一个大震荡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台北股市 它的一个大跌 它才出现机会 我说复合底型就是这样子 你的大跌 它才出现了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鼠方已经开始慢慢挑出相对比霸盘来得强的个股 你要跟上鼠方的脚步 在盘中的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来讲 分享就是台北股市 请问今天的大跌 是不是等待它是值得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 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也要知道 你没有金山 你也没有银山 你不可能一档个股里面 抱它上 抱它下 你在复合底型还没有出量 4000亿到4500亿改变之前 相对的高档你要减满 到了这个时间点 你没有悲观的一个理由 你就可以去寻找一些 相对比大盘来得强的一些的个股 而且它有一些的续航率 我们就做一个举例 我说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要知道在过去 很多的电子产业它都缺料 它可能都会因为疫情 可是它未来可能会比较好 我举例大概几档个股 这是其中一档 譬如说它在今年里面的预估获利 我要先讲 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群魔乱舞的个股 不赚钱除非我很确定 它可以亏转赢 不然的话不会乱买 就像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借智再谈 如果你买到一些不对的个股 你可能一套不是一年 也不是两年 你会套很久 在这样的格局之中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 你要去选 第一个 在这种过程 大盘我是不是说 它跌破了月均线 它并不是在一个高档 创新高 再创新高 漫步到外太空的股票 它相对性的并没有创新高 可是它在这种过程中 大盘在破月线的时候 它力手月均线 而且从获利的角度 我们说一般投资朋友 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低本益比高值率 它不会是一个主流 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股价涨上去 你的值率是不是就下降 你的性率就没了 所以它不会是标股 可是成长型的个股 它一定就会是 为什么标股的可能性 你来看这档个股里面来讲话 它在今年估是7块多 明年估是11块多 这样的话 它的成长幅度就够 虽然并不是一倍 但是也够 如果以它今天的股价来看 它只有在什么 它连15倍都不到 它就要10倍出头 所以本益比并不高 就是它来自于 它的一个成长性 你来看它的K线 是并不是高档的股票 它是在低档上面 转强的个股 这是大家自己留言 还有一档 它是本益比上面来讲话 先跟大家讲 我那个图形我就没有带 它的EPS今年估大概8块多 明年大概是10块 成长性是比这个股票 上面来得低 所以我先拿出这一档 它成长性比较低 但是它殖率率会比较高 那一档个股上面 就是可攻可守的股票 我下次里面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讲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这个都是跟基础建设上面 它是有一些的关系 是电子个股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里面来讲 你一定要去选择 今年不怎么样 可是未来有机会好的 因为在2022年 它有很多叫产业珠洋变色 大盘多空珠洋变色 它都会出现在明年2022年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那就像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在有台也有主持人问我说 大同王董事长 已经开始去接任 大同的一个董事长 到底怎么看 其实我在之前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说如果站在本业上面 卢董事长的辞职 当然会有所影响 可是如果就有一个快财 快钱的部分 就像台北股市 在前几天 就是很多人想赚快钱 一样 如果真的能够像 王董事长他说的 他未来不排除 他一年可以赚到一个股本 你把它就算打五折 现在三十几块 会太贵吗 他就不会 可是问题来了 营建跟资产股 会不会像电子个股 用喷的 他不会 而且盖一个房子 所有的营建工程要入账 是不是要时间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就跟大家讲 像大同这一类型的个股 他之前跌这么深 你看他今天拉到这么高 你去追 又烫到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而言 他会有两只脚 他会有两只脚 所以他今天接近季线 因为季线会扣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他碰到季线就下来 这个股票会有两只脚 你做这个股票 你就变成你只能长线 你要做它 你就只能长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里面要整理 你就只能长线 如果王董事长说的是真的 他的三元建设 赚一个股本以上 这个股价就便宜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所以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之前里面来讲话 大家就看 你看这个时间他是不是又拉回来 我就跟大家讲 股票你就要自己要看清楚 技术线形图跟技术线形图 你看技术线形图就是技术线形图 我是不是跟他讲148的149 有没有来 有 那我说120 140是最好赚 再过来你就看名 大盘各方面 你看在今天里面货柜个股 不是说第一本义柄 不是说高值率率 刷量会跌 对不对 那是什么 那是筹码上面的关系 很多人可能都去买了 那这个时间点它的卖压就会很重 或是法人就调了 法人手上很多有时候调了 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什么 筹码面的一个转变 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个人认为 大概有几个产业 它是不会变的 请问第三代半导体 今年就会结束吗 大陆明年不火拼吗 大陆的基期是很高吗 不会吧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里面来讲的话 绝对还是未来 中美 以及台湾 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它是快充5G 明年就是5G基础建设 要开始比较大笔的支出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间 第三代半导体OK 那今年不好 明年可能会好 网通 可能会稍微比较好 这个部分大家聊 因为缺量的情况会开始下降 就比较不缺量 网通的部分 再过来 大家也知道 所有的 所有的 整个成熟制程 先进制程 现在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车用 车用它也会好 ABF供不应求 它也会好 它只是说 你买点的选择上面而已 那个可能就要配合筹码面 跟技术面上面 你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所以在这时间点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鼠方说的 复合底型 相对的高档 你没有过度乐观的理由 你介之在探 但是在今天里面 一下子崩 它盘中就跌了200点 距离季线 不到400点 那你就开始做好了准备 先去把相对比大盘来得强 我说筹码决定一切 你这个盘 还愿有人守在月均线之上 那就代表这里面有A咖 如果又有业绩的 那当然更好 这是你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刚刚已经把 整个台北股讯的 一些你可以留意的族群 你先叫出来 不要去选创新高的 创新高的有时候 它会有补跌 你去选低档转强的个股 配合到明年的趋势 是向上的一些个股 可能对于你而言 你的操作上面会比较顺顺 你也会觉得 比较安全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也要跟上蜀方的一个操作 不管是在基本面 不管是在技术面的操作 股票帮你选好了 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这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从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河最后推荐进去 王资源闻 王资人应独立判 我们的办公司 无不当之财务了 唷